What's up? 今天我來經紀公司討論商案的部分結束了 但是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我覺得蠻有趣的 想要記錄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商案是這個 ORO-B的一個電動牙刷 我發現我的三位親戚人 每一個人都是用這個 所以我想說就直接來訪問一下大家 問你們的經驗這樣子 你們都是用電動牙刷 因為我認識的人全部幾乎都是用一般的牙刷 但是用過就回不去了 用過就回不去了 OK等一下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是Adam Adam大家看過嗎 就是我們的整個總監啦 經濟部的總監這樣子 OK好這是Mimi 好這是Chris 嗨 誰要先講 Adam先講好了 年紀最大的 嗯? 誒? 因為手動其實你自己刷很容易很累 因為突然大家都會說 喔你一顆牙刷要刷多久 可是其實你根本不會刷的時間 我刷的都超隨便的耶 對啊 所以電動牙刷之後就會發現說 因為它高頻率的關係 所以我就其實可以很輕鬆的刷牙 因為有時候牙縫真的刷不到 OK 所以你是主打懶人 對我真的就越來越來越好 OK 這個震動有個好處是 因為譬如正常你要再一直刷嘛 對 因為你用電動牙刷 放在那一顆 很捨立 對啊 好一陣子之後 你再換下一顆 然後那頭 然後再換下一顆 怎麼都刷這麼仔細啊 我刷牙可能就是 你牙口是不是不好 但是我認真 我刷牙可能一分鐘就結束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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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會 它會讓你知道說 你這邊一半要刷30秒 下面一半要刷30秒 你整個牙齒刷完是兩分鐘 我覺得就是比較厲害的是 因為一般刷牙 就是用那個刷頭是長方形的 然後但是因為我用這款是圓的小圓頭 對 所以它其實更好清潔每顆牙齒 然後或是牙齒比較後面的地方 然後或是有些死角 都會刷得乾淨 所以真的有覺得 比手動刷牙看起來 牙齒更乾淨 OK 聽了這麼多 我今天就是要來 實際上開箱 然後跟大家試用看 這是 真的我第一次 換到 要長期換到電動牙齒刷 因為我不會只是用這一次 整個用一個月之類的 你會不會去 你會不會去 是真的 但是其實我老實講 我之前有用過 好像可能十年前吧 我媽媽有買一個 然後我用過一次就不用了 因為很痛 就是它可能 太正 可能太正了 然後我覺得 就不能控制 所以我後來就都沒有再用過 但是我這個 這個我就回去試試看 好那我們就期待我們今天 的心得 OK 我回到工作室了 然後 現在來 開箱一下 OK 所以它這裡面一次就有附兩個 這個 喔 這什麼 喔 這是它的底座 哇 它真的附很多刷頭耶 它每一個刷頭我發現 它都有一個有顏色的 like rubber band rubber band rubber band 橡皮筋 有顏色的橡皮筋 然後本體兩個 好的就是這些 但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 這個是 看它這裡有沒有寫 喔 OK OK 這個是這樣 把它這個放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這個真的是放刷頭的地方 喔 我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替換了 這樣你全家都可以用 你知道嗎 電動牙刷是這樣子啦 對啦 對啦 它本體是一個對不對 但是 你把 你把這一組放在 放在浴室 比如說我是藍色 那我就用這個藍色的 插上去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刷了 結束之後我就拿下來 哈哈 那我應該要先充電 好的 我現在充完電 然後也上好牙膏了 好 我要開始囉 先從這邊 好 結束了 OK 來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我覺得首先第一個要講的是 完全沒有我之前講我十年前用電動牙刷的那個不舒適感 特別是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用電動牙刷的時候 我把它含在那個嘴巴裡面 到裡面這個這一側的時候 就會覺得會痛 牙齦會痛 但是這次體驗它 就算是刷到牙齦也是不會痛 唯一一個會不舒服的時候是 你刷可能這邊這一排有沒有 但是你嘴巴張得不夠開 你上排的牙齒去咬到那個在震動的牙刷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會不舒服 其他時候 包覆在裡面 或者是平面刷 或者甚至是刷到那種 那種智齒的內側 全部都不會不舒服 讓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然後再來 真的覺得是 蠻乾淨的耶 一定是比手動刷牙的 更乾淨 那接下來這幾天我也會都使用 這個電動牙刷 然後用了可能一個禮拜之後 再跟大家做最後的新的分享 哈囉我回來了 ORO-V電動牙刷 我用了到現在 今天應該是第六天還是第七 反正快要一個禮拜了 來講一下最後的感想 我覺得真的會回不去 這是我的結論 用了電動牙刷之後 真的會回不去一般牙刷 我必須承驗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從一般換到電動 會很不習慣那個刷牙的感覺 因為它是從你手動這樣子 變成是你開了之後一顆一顆停 我以前在用一般牙刷的時候 我真的是隨便刷刷 我主要反而是 我在清除掉可能 嘴巴早上剛起床的一些異味 而不是真正認真在清潔牙齒 用電動牙刷的時候 它可以刷到很多 你用一般牙刷刷不到的地方 像是那種最裡面 雖然你塞到最裡面對不對 到牙齦那邊還是不會不舒服 所以你的這個外側跟這個內側都可以清潔到 真的會覺得牙齒那種牙縫之間都是乾淨的 然後我發現它這邊還有一個很酷的設計 我是偶然發現了 在刷牙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壓太用力的時候 它會在這裡會亮一個紅燈 跟你講說你現在太用力了 要曉得曉得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拍 所以你在刷的時候 你的餘光看得到 說你現在的力道是不是OK的 然後它總共有三種模式 就是你按一次 它會是一個模式 然後這是第二個模式 然後第三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是亮白 第二個是清潔 第三個應該是按摩 所以在用這個的時候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模式 好所以體驗完的心得我覺得認真推推 最後幫他們宣傳一下一個優惠 就是他們在Costco有在賣 我之前不是那個很大一盒 我現在頭子應該已經丟掉了 就是很大一盒裡面有兩組 然後裡面有很多個刷子 跟加上那個底座嗎 那一個set 就兩隻為一組的 價錢是3599塊錢 好這邊這個資訊給大家參考 好的那這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就明天見 掰掰